其實昨天同一天發生兩件很大的新聞 一個就是這個費費 因為他逃了18天 為了追求自由犧牲了生命 然後呢 桃園又演得很誇張 還在那邊鞠躬 乾脆你把桃園試騎給他蓋上去好了 大家仔細看他裝的箱子 你要演一演全套 就一般這很多人家裡都有那種白色塑膠置物箱 不然你也去訂一個冬茶嘛 要演就演比較真的嘛 那昨天呢這個有一個網友dj金寶 他就他臉書發發發起了一個投票 兩件事哪一件事情是今天新聞的大事 第一個馬先生搭機出訪 廢廢在桃園重傷死亡 如果大家看那比例很懸殊 97比3 97比3 馬先生才3% 對就是猴子比馬重要 猴子比馬重要 大家比較關心廢廢的事情 所以呢這件事情很明顯了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其實真的 你說不關心嘛是假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趟呢 馬英九這一趟中國行的叫做唾面至乾 從他開始宣布他到中國去之後 我們在討論他的規格他的行程的時候 一直到今天我有一種精神錯亂的感覺 怎麼說呢 因為馬英九好歹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當過總統 照理說他的尊嚴 他的規格應該國民黨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在乎 因為他是國民黨前主席嘛 可是這幾天我們看到國民黨很多人是跟中國共產黨一樣 在認為馬英九這個待遇是合乎標準的 是很禮遇的 這樣待遇叫禮遇嗎 看看那時候連戰 起碼還列隊歡迎 2005年連戰去的時候 連戰當時的身份叫卸任副總統 馬英九叫卸任總統 這不用我教嘛 誰比較重要嘛 可是連戰有紅地毯 然後是陳雲寧街機 旁邊還有小學生小朋友獻花 跟紅布條 對紅布條 那馬英九呢 什麼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只差他沒有下車 離開上海機場之後 自己拿出那個手機APP 打開滴滴打車 自己叫車叫計程車 只差沒有這樣子而已 然後還坐中巴 還坐中巴 請問哪個卸任元首出國訪問 是坐中巴的 太荒謬了啦 我們臺灣也接任接待過卸任元首 之前柯林頓有來過嘛 對中國我想也接待過不少卸任元首 請問有哪一個卸任元首是坐中巴的 而且在幾乎在馬英九同一時間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正好去中國訪問 而且他跟中國這些這個 這個芝麻綠豆的關注同一台 是啊 沒有搞不好人家 芝麻綠豆的關注 坐自己的黑頭車 搞不好還坐黑頭車 中巴你馬英九自己坐 然後那個跟著他 採訪記者還被丟包 還沒搭上 沒搭上去南京的高鐵 還被丟包 所以所以我為什麼我精神 突然說這段時間我們看到 出來公開呼籲中國當局要捍衛馬英九的元首尊嚴的 是民進黨的政府 是總統府 是陸委會 是這些單位 呼籲中國說 你要給我們卸任元首應該有的尊嚴禮 要安全啊等等 沒錯 就反而國民黨不在乎 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平常在國內 大家是競爭的 因為大家都想執政嘛 照理說民進黨不要幫國民黨前主席講話 可是基於國家的尊嚴 因為馬英九你再不喜歡他 你即使兩次都沒有投票給他 他就是當過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就是歷史的事實 你不能說因為你不喜歡他 然後他出國訪問被糟蹋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鼓鼓掌 這個是不應該的事情 可是國民黨今天有幾個人幫馬英九講話 而且你不覺得這一切的安排 中方都很故意嗎 就是故意 為什麼連戰禮遇比較好 是啊 很簡單的道理 共產黨唯物論 把人當工具 以工具的角色來講 連戰當年 我講是當年2005年連戰 跟現在馬英九 連戰當年是比較重要的工具 因為當時中國剛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中央政府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國親兩黨的立法院過半 中國國民黨需要連戰這個統戰的工具 所以給他極高的規格 而現在的馬英九 只不過是一個一次性的工具而已 為什麼叫他一次性的工具 就是要給蔡英文明天出訪難看 就這麼簡單而已 離譜 所以你看街機叫從原本傳的那個 丁薛祥叫什麼叫做 這個鄭國籍 變成副部籍 那個是差了三級 誇張 就變成一個國財辦副主任來接機 然後呢 他也沒有里車 也沒有紅地毯 然後沿途我想坐中巴 大概應該不太會有警車開道 大概不太會有危安 請問馬英九在台灣走到哪裡 沒有警車開道沒有危安 對啊 至少他是我們前總統嘛 坦白講 他今天還在中國熱淚盈眶 我看到我才要哭 結果你到中國是這種待遇 真的 所以我有點精神錯亂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有一些人是真的 你被人家霸凌你 最近這個黑暗榮耀很紅 你被霸凌了之後 就你還去找理由去合理化那些霸凌你的人說他這樣霸凌我是應該的 超過我的預期 你夠了吧 你們真是有被虐待狂嗎 相如以沫 唾面至乾 也也不是到這種程度 而且呢 你都已經這樣子 極盡羞辱 人家中國學者不買單 中國學者怎麼講 這個叫做司馬南 他說 或問馬英九會有反省嗎 馬英九將赴大陸記住 心底里會拿出一點誠意嗎 據台灣報導 馬英九自己弄了個基金會 自立於青年學子的教育 馬英九有言兩岸之間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之間 不應該是故意相向或劍拔弩張 所有台灣政客都是一個毛病 口惠而食不治 言善而心裡邊太多彎彎繞 天天練習鞭持而造句 就是不來實在的 還被酸 他意思就說你做的還不夠多 你來的話要拿出一點誠意 什麼叫誠意呢 誠意是什麼 誠意就是支持統一吧 對中國來講這是最誠意嘛對不對 好結果被羞辱成這樣 國民黨政治人物怎麼說 費鴻泰 馬英九當總統時代 是兩岸最和諧 也是賺中國最多錢的時候 不用去做凱子外交 金錢外交浪費錢 趙稍康 馬英九近一己之力緩和氣氛 兩岸應該把握難得機遇 重新展開對話 往和平方向發展 凸顯蔡政府兩岸政策上無能與封閉 請問你們這兩位 馬英九的待遇你們沒看到嗎 你覺得是一個卸任元首該有的待遇 而且趙浩康說他去對話 跟誰對話啊 對啊 你跟誰對話 你跟國台辦副主任對話 還是像今天在中山林去找找這個孫義仙的一關總對話 你會關落鷹也關不到啊 因為人根本不在那裡啊 好當然馬辦從那邊傳回來消息 哦馬英九大聲講中華民國 我們看的畫面 的確他講中華民國 但是又起他講的中華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你知道嗎 他講的是歷史上的中華民國 歷史上的中華民國 他講的什麼 他講的就是說 就是當時講國父 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 創建民國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馬英九講到這邊的時候 很故意哦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然後停一下中華民國 故意講很大 哦我有講中華民國我好棒棒 你去講歷史的中華民國幹什麼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否認 孫義仙創建中華民國 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史關裡面 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了 我跟你講他去辛亥武昌 武昌其實辛亥革命的起源地的時候 他還會再講一次中華民國 但他講的永遠是歷史上中華民國 你不是講一中各表嗎 馬英九麻煩在中國表一次給我看 勇敢講出我是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就好了 不過這個時期 我覺得馬英九這一次去 他說去補破網 到底是補了什麼破網 我們只看到 這個問到馬英九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說的 你們要去跟中方主管部門聯繫啊 馬英九是犯了什麼罪 是不是跟中方主管部門聯繫 連這愛國學者都要A你一下說 馬英九你要你來可以啊 拿出誠意來啊 而且更糗大的是喔 你說從上到下好了 中國網民也是一面倒啊 所以你怎麼看他支持仿中型啊 我覺得看了其實會有點難過啦 就是心疼我們自己的人 然後被人家這樣子糟蹋 然後被糟蹋了之後 你還要去稱讚說 喔我很滿意喔 我其實超乎我的預期 我們就來看看喔 這是新華社的報導 直接稱呼馬英九 好馬英九今天來了 而且字數很少 短短的就是交代一下 今天有個人來了 他叫馬英九就這樣 好那結果在新華社下面的網友 都怎麼樣的回應 網友呢 中國一家親啊 歡迎啊 然後支持和平統一啊 等等的 新華社的新聞 然後下面還有喔 愛國通信會呢 他們在有拉布條啦 就說春桿花開啦 英九祭族啦 我們都是一家人啊 結果你看看中國網友怎麼講 誰跟你一家親啊 呵呵台上沒卵用 現在更沒卵用 誰跟你一家人啊 丐幫卸任馬幫主啊 應該抓起來槍斃啊 當偉總統的時候 怎麼想不到祖宗呢 等等等等 至於嗎 給他這麼大排面 一個前審長都能上官媒 他好意思舔著臉過來 啊他來交特首報名表了吧 馬醫師不要回來了好不好 就是說中國的網友 丟臉耶 是這樣子羞辱你 是這樣子看待你的 這個才是讓人覺得難過的地方 因為你代表的是中華民國的尊嚴 全體國民的尊嚴 那今天你被踐踏 就是中華民國被踐踏 就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人民難過的地方 鼓子 是啊